HELLO 大家好,我是Dian 我是Alan 大家好,我是King 今天我帶Alan還有King來到一個蠻可怕的地點 這個地方其實他是在一所學校的後面 那提供我這個資訊的網友 他是透過粉絲專頁 然後把訊息傳到我的粉專 他跟我說這所學校後面有一座後山 那我問他說這座山叫做什麼名字的時候 他跟我說他沒有詳細的名稱 可是他在這邊發生過一次很恐怖的事情 就是他跟我說他來這個地方騎車經過 那因為這個地方其實他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彎 他等於是有點算小山路這樣子 那他騎經過的時候他經過旁邊這一個墓園 他這裡很特別 我看了一下街景 我發現這裡就大概只有一棟房子 那後面還有沒有我是沒有仔細看 不過我看到街景他只有一棟房子 等於是這裡居住的人非常少 而這一棟房子他的旁邊全部都是坟墓 他的旁邊還有他的後面整大片全部都是坟墓 等於是夜總會 所以他跟我講的時候他就說後面全部都是夜總會 在台灣我們會把這種很大的公墓 這種墓園我們都會簡稱叫做夜總會 因為相傳在深夜的時候我們看不見的這些好兄弟 他們就會很像在夜總會這樣子 等於是他們的時間 那待會我們就是要帶大家往後面這一條小山路走過去 等一下下去的時候千萬不要開玩笑 好再來不要叫對方的本名 就是以綽號為主 因為如果你叫名字 靈體他們知道你的名字 他會跟著你 等一下就是正經的去拍 那我們今天主要就是要來幫大家驗證說 這個地方究竟來了 到底會不會發生什麼事情 因為他來了 他說他回家 嘔吐了好幾天 就是身體非常不舒服 後來還去廟裡面收金拜拜 才結束了這一個很恐怖的惡夢 那我們現在也不用跟大家說那麼多 我們就直接帶大家進去看看 這個地方到底有多可怕 走吧 走 我們現在已經要往裡面開始走 KIN KIN 你有沒有看到 這邊就有一戶人家住在那裡 對 裡面應該有拜拜 因為 他有特別 點那個紅色的燈 然後你看這裡 這裡有寫檢古 你知道為什麼嗎 Alan 不知道 你現在往右邊看 KIN 你往右邊看 我怎麼寫心 我怎麼寫心 旁邊全部都是墳墓 我先把手電筒關掉好了 因為這樣比較不會去 感覺去打擾到這樣子 對啊 往裡面走 那我們現在就是 其實就是心存正念了 千萬不要刻意去看上面的照片 對 那在這邊其實不要亂講話 拍攝完就離開這樣子 你看這裡就只有一間住戶而已啊 可是 其實我覺得住在這邊 勇氣也蠻大的 因為 他旁邊這裡全部都是墓 不能這樣講啊 如果他一開始就住這裡 怎麼改換地方 好 相信大家應該都有聽到 狗 叫得非常兇 這邊這邊 這邊剛才 我剛才站的那個位置 突然間訊號很強 我覺得有點起雞皮疙瘩 而且 剛剛狗在叫的時候 然後 我剛好轉頭看 那邊一個人影 站在那裡 後來我仔細看 是內戶人家 看我們走過去 所以他好奇我們想幹嘛 這個路燈 他剛好壞掉耶 你不覺得這裡很恐怖嗎 哇 這個閃城這樣 真的好恐怖喔 我跟你講我真的全身 奇蹟屁會大 喔 不誇張啊 這真的不誇張 沒有在做效果 其實就是剛好天氣冷 然後來到這個地方 就是特別陰涼 旁邊這裡 他是那種 類似像水溝旁那種峭壁 然後因為這邊 就只有那一棟住戶 所以說 他養了很多隻狗 就等於是在幫他看家 這樣子 KIN 你們來看 這一個柱子這裡 又有貼這個 到處都貼哪裡 因為他這邊全部都是木 他這一條的旁邊全部都是木 整片這裡 裡面全部都是木 大大小小的都有 等等一下 就要先朝地方 好 我們現在 三個人停在這個路口 其實現在很緊張 因為 剛才停在這邊的時候 側軌器一直亮 突然間 很暴閃 閃了一下 就沒有了 然後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這一條路通往哪裡 走 現在你們可以看我的身後 這一條小路進去 全部整條都是公墓 那之前那個網友 其實他只是騎車經過那個外面的山路 可是我們今天卻是要走進去這個公墓 嗯 這個是不一樣的喔 他只是經過公墓的山路 而我們是要走進去小山路裡面的 你們 OK嗎 現在有一陣風吹來 感覺有點刺激 OK嗎 OK OK Alan OK喔 Alan 你帽子要不要戴上 走 走 等一下 蛤 怎麼會有一個叮叮叮叮 我不知道耶 那個我跟你們講 不要去看上面的照片 Alan 你現在把燈稍微用低一點 千萬不要去看上面的名字 對 對 我現在整個人越來越毛耶 超恐怖的 其實大家會看到為什麼 我突然間把帽子戴起來 因為 我避免我的視角餘光去瞄到 那我們現在是抱持著一個 沒有太大的一個雜念 那我們用正向的方式去走 那 只是希望可以帶給大家一個 畫面這樣子 並不是要去打擾到 哇 我現在旁邊全部都是 我先把攝影機轉向一下 你們等我一下 你們等我一下 我現在不太感動 Alan 你這頭比較好 現在大家可以看到 旁邊這裡全部都是 墳墓 那上次其實 他經過外面那一條的時候 他就已經身體感到不舒服 我現在是開一般的模式 沒有特別開 夜市 等一下 旁邊那裡面有聲音 他旁邊這裡什麼 全部的草 都枯萎了 都枯掉 沒有生氣啊 還OK嗎你們 OK 好恐怖 真的好恐怖 這邊很強勒 到底了勒 然後就是擺放在旁邊 不知道為什麼 我現在有點覺得 頭有點暈暈的 走我們再往後走一下 帶大家再過來這邊看一下 其實後面這邊整片都是 他滿大一片的 然後這裡有一些瓮都在地上 大家這樣看得到嗎 大家這樣看得到嗎 現在我們身後這邊 已經走到底了 他這邊整片全部都是 我們現在 左邊右邊後面整片全部都是 完全被包圍啊 對啊 那我覺得說 來這種地方 你不要去想的 太多負面 對啊 對 雖然會害怕 可是就是你不要一直去想 就是你要保持正能量的心態 對 因為像我現在身後這邊 這邊 它就是一個木 而且我們往後面這邊走之後會發現 它這邊的木 越來越大 它這裡有一間鐵皮 這裡面是什麼 這邊很強 Alan 它這一間裡面是在幹嘛的 超恐怖的 完全到底 欸欸欸欸 欸 後面剛剛有聲音 完全到底 哇 一直跳耶 好 現在我們繼續帶大家往後面這邊走 它整片後面這邊全部都是 這邊全部都是 欸其實它這個已經算是公墓了對不對 沒錯 我們如果沒有拍這種探險影片的話 其實根本不會晚上來這種地方 根本不敢 真的不是在騙大家 很恐怖 其實就真的只是為了想要幫大家證實一些事情 然後 才 刻意爬來這個地方 不然其實我們根本不會來這種地方 因為 網友它只是在外面的山路 而我們卻走進來到這麼裡面 我們 一直都在做一些燃燒自己照亮別人的事 覺得現在頭好像有點暈暈的 還好嗎 還可以嗎 後面它這裡現在全部都是那種 比較大一點的木 然後 旁邊這裡也都是 這邊 這邊 不能下去 它上面那個就是粉頭草 它這裡有非常多粉頭草 所以我們上次跟那個網友碰面 其實它也是來這種地方 收集粉頭草 來摘一些草 這樣 KIN Alan 它這邊有拜拜 會不會是統一就是有一個 算土地公在這邊管理這樣子 好像是 它上面寫有求必應 應該是 後面那邊過不去 應該是萬陰宮 蛤 應該是萬陰宮 蛤 走 你怎麼了 太粗 這裡有在燒金子耶 它直接燒在地上這邊耶 我跟你們講 它這邊有些是那種無阻的 所以變成說都是直接把它燒在地上 也沒有用金爐 KIN 往回走齁 看要不要先測啊 因為Alan說到有點不舒服 那我們其實也拍攝差不多了 這邊的整體都有讓大家看到這樣子 好 我們現在已經 要往外面走了 現在其實左邊 這裡也都是墳墓 然後 右邊這邊也是 真的是完全沒有生氣啊 等一下 怎樣 Alan不知道怎樣 啊 有點不舒服 你現在是頭暈還是怎樣 頭有點暈暈的 很想吐 等一下你先把它帶走 先走先走 先離開 先離開快點 先離開 現在真的很不舒服 左邊這裡耶 全部都還是木 先出來好了 結果覺得好冷喔 你不是已經穿很厚的外套了嗎 怎麼還會冷 不知道 感覺很冷 欸 等一下 他外面這一個木 有人再來燒金爪 趕快走趕快走 先趕快走 欸 先測 先測 等一下 先測 Alan他現在狀況有點不好 他怎麼跑 好 真的不行 等一下 帶你去喝一下那種熱的豆漿 可能是因為 磁場不好 然後再來就是因為太恐怖 你很緊張 才造成 這樣子的那種反應 避免萬一明天去廟裡走一走好了 去拜個拜這樣子 欸 不然我們明天一起去廟裡 走走這樣子 嗯 我真的覺得不行 對啊 我看Alan現在這樣子 臉色不太好 反而今天我的狀況是比較 還好 因為 上次你記得 你有給我一塊佛牌吧 我記得啊 我有把它放在包包裡 啊 因為 Alan他自己沒有帶佛牌的習慣 就是沒有再帶一些平安服 哇他好像還在不舒服 你看他 先走啊 不然你先走 先撤先撤 走走 先撤 走 那你今天怎麼沒有帶那個 驅魔刀 沒有我今天 急急忙忙的出門 忘記帶鬼面給我的驅魔刀 你這樣下次如果鬼哥不在 你要帶不然 團員容易出狀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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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